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杨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痛风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这几年关于痛风的相关疾病知识 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是,不少患者对于饮食 还是存在不少疑惑 医生,痛风病人能不能吃肉? 医生,痛风能不能喝红酒? 医生,痛风能不能吃豆腐? 医生,痛风能不能喝茶? 若是笼统回答 可能给的答案是 其实都可以 如果认真回答 答案就是,需要视情况而定 不是不可以吃 也不是都可以吃 需要区别对待 患上痛风后 有不少患者选择了不吃肉和不吃鱼 在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的饮食区别对待之前 我们要明确以下几点 通过饮食控制尿酸有限 人体通过饮食摄入的票令只占20% 剩下的80%票令都是通过自身代谢合成 也就是说,尿酸的产生只有不到20%来自饮食 饮食不是高尿酸的主因 导致人体尿酸高的原因 30%是因为尿酸生成过多 90%是因为尿酸排泄减少 这两者中间20%是两者兼有 也就是说,饮食导致尿酸升高不占主要原因 饮食只是痛风诱因之一 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原因 饮食因素只是其中之一 此外还包括疲劳、损伤、饥饿、药物、受粮、作息紊乱等因素 避免急性痛风发作不仅仅包括饮食 饮食控制是治疗的基础 痛风发作后,通过饮食条理 很难将尿酸降到达标值 需要辅助其他的包括药物在内的治疗 无论痛风还是高尿酸血症 饮食控制等生活治疗是基础 总而言之 痛风及高尿酸血症患者需要饮食控制 但是不能用饮食控制代替规范治疗 饮食控制等生活条理是基本措施 需要长期坚持成为习惯 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饮食控制的不错 还是可以起到降尿酸的作用 刘医生特地为大家总结了六样食物不吃 六样食物少吃 六样食物多吃的饮食控制规律 通过这样的吃法 确实还是能够辅助降尿酸治疗 六种食物不吃 尽量避免痛风发作 对于痛风患者的饮食调整 其实不仅仅是为了降低血尿酸水平 还是为了避免或减少痛风急性发作的情况 以及预防和减轻其他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有这六样食物对于痛风患者而言可谓猛如虎 我们建议不吃 一同来看看吧 动物内脏 加禽 加出的心、肝、肠、胃、肾、肺、脑、胰等内脏 其飘令含量高于每100克中 还有飘令150毫克 属于高飘令食物 一次大量进食 可以导致血尿酸水平突然升高 尿酸炎容易形成结晶炎 诱发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炎症反应 同时动物内脏还有大量胆固醇和脂肪 容易导致合并高血压、高血脂 动脉周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所以建议通风患者不吃动物内脏等高飘令 及高胆固醇、高脂肪食物 甲壳类海鲜 隔离、扇贝、生蚝、带子、海螺、花甲等 以及沙丁鱼、凤尾鱼等部分海鱼 也属于高飘令食物 发生痛风性关节炎的相对风险值 高于普通人的1.55倍 与动物内脏相似 部分痛风患者大量进食海鲜后 会诱发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 所以建议 痛风患者不吃甲壳类海鲜等高飘令食物 酒类 啤酒、白酒或黄酒属于富含乙醇的酒精饮料 其中啤酒和黄酒与痛风发病的相关性最强 其不仅含有乙醇 而且还含有飘令 白酒尤其是高度烈酒 也会诱发痛风的发病风险 这三种酒类 一方面乙醇能减少尿酸排泄 另一方面 乙醇和飘令能促进尿酸生成 此外 酒类还可以触发痛风急性发作的诱因 包括外伤、四肢末端体温低等 所以建议 痛风患者不喝啤酒、白酒或黄酒 至于红酒可以少量喝 果糖饮料 碳酸饮料、浓缩果汁、含糖茶饮料、功能饮料、奶茶饮料等加工饮料 其热量高 一般添加了大量的折糖或白砂糖 果糖葡萄糖浆或其他代糖、蜂蜜等果糖 以及还含有其他添加剂 果糖容易与尿酸产生竞争性代谢 从而抑制尿酸排泄 果糖也容易消耗大量无基磷酸盐 导致尿酸生成增多 建议痛风患者尽量不喝含高果糖的饮料 浓肉汤 浓肉汤、浓鱼汤和动物内脏一样 属于超高票令食物 这是因为肉中或鱼中的票令溶于水 导致汤中票令含量较高 尤其是乳白色的肉汤 不仅票令含量高 油脂含量也高 可能会出现票令和脂质代谢异常的情况 所以建议痛风患者不喝浓肉汤或浓鱼汤 票令容易溶于水 所以浓肉汤中票令含量要高于肉类 腌制或泡制食物 腌制食物尤其是腊肉、腊鱼、沙丁鱼罐头、火腿 泡制食物包括酸菜、泡菜、豆腐乳等 都含有大量的盐分 而腌制食物更是票令含量丰富 这些食物能阻碍尿酸排泄 加重肾脏负担 同时也能促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建议尽量不吃 六种食物少吃 尽量减少尿酸生成 有痛风患者认为 尿酸高就是因为饮食影响 所以严格限制票令摄入 可以降低血尿酸水平 即减少痛风急性发作次数 但是目前研究表明 即使严格低票令饮食 也仅能降低尿酸 每升中还有60到90毫米尔的尿酸 而且像某些痛风患者一样 长期连肉、鱼都不吃 可能就会导致营养不均衡 出现其他疾病 因此我们建议 关于中高票令的食物 还是要吃的 但是要控制量 动物肉类 动物肉类尤其是带皮肉 包括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鸡肉等 因为其票令含量属于中高票令 此外还还有丰富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 可以增加尿酸生成 一般建议少吃 如果吃可以选择不带皮的 精瘦肉适量食用 海鱼类 海曼、三文鱼、桂鱼、白鱼、吞拿鱼、海蛇、扇鱼等鱼类 票令含量为中等和低等 对于痛风患者而言 可以适量食用 有些富含奥米加3脂肪酸的深海鱼类 可以对心血管有益 适量食用其实并无坏处 高脂肪食物 高脂肪食物包括动物油脂 五花肉 带皮牛肉 炸鸡 烧烤 火锅等高脂肪食物 这些食物对于痛风患者而言要少吃 如果是高脂血症合并痛风患者 要尽量不吃 高盐食物 豆瓣酱 味精 鸡精 咸鸭蛋 挂面 火腿肠 榨菜 蚝油 酱油等 含盐量较高 长期重口味容易加重肾脏负担 同时也能促进尿酸与钠 结合形成尿酸钠结晶体 还能导致高血压 骨质疏 股质疏松等疾病 建议减少烹调及食用量 水果 就是高果糖的水果 五花果 橙子 柚子 荔枝 柿子 龙眼 香蕉 羊梅 石榴等 含糖量较高的水果 不能放开肚子吃 尽量少吃 通风患者不建议将水果榨汁吃 也不要吃甘果类 这样会导致果糖浓缩 通风合并糖尿病患者 更应注意选择水果的种类和数量 坚果 核桃 板栗 杏仁 瓜子等坚果类食物 漂令含量中等 富含蛋白质 纤维素 维生素等 通风患者可以常吃 但对于油脂含量丰富的坚果 还是建议 适量少吃 不能放开了吃 六种食物多吃 尽量促进尿酸排泄 对于通风患者而言 低票率饮食 不是饮食干预的全部 当然 不少低票率饮食 不能够降尿酸 和促进尿酸排泄 也能达到减肥 减少通风性高脂血症 和通风性糖尿病的发生 对于血尿酸高 和并其他代谢疾病患者而言 放心饮食 也许更加重要 以下这些食物 通风及高尿酸血症患者 可以放心吃 蔬菜 卷心菜 水芹 红薯 萝卜 生菜 白菜 冬瓜 黄瓜 丝瓜 南瓜 空心菜等蔬菜 富含纤维素 维生素 矿物质及水分 能补充通风及高尿酸血症患者营养 促进尿酸排泄 可以多吃 对于豆芽 蘑菇 菠菜 四季豆 花菜等 既往认为其票量含量较高 不适宜进食 但近来研究发现 这些蔬菜 并不增加血尿酸水平 如果既往食用这些蔬菜 导致通风急性发作 可以不吃 水果 就是低果糖的水果 青梅 青瓜 西瓜 椰子 草莓 樱桃 车离子等含糖量较低 可以适量地吃 这些食物可以减化尿液 促进尿酸排泄 而且水果中的丰富的维生素 对身体有益 低脂牛奶 低脂牛奶或脱脂牛奶 可以降低血尿酸水平 降低统风的发病率 奶制品中 还有的微量元素 烙蛋白等 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及降低欢心血管疾病 代谢综合征等风险 建议可以多摄入 低脂或脱脂牛奶 蛋类 鸡蛋 鸭蛋 鹅蛋 鸩蛋 鸩蛋 鸩蛋等蛋类 漂亮含量较少 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丰富 可以多吃 但是建议 不吃或少吃含胆固醇含量较高的蛋黄 精细穀物 大米 大麦 小米 玉米等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 对于体重超标的人而言 可以增加粗粮的比例 对于血尿酸升高 或者痛风的患者而言 可以适当增加细粮的比例 白开水 对于痛风患者而言 水是最适合促进尿酸排泄的饮料 尤其是白开水比较实惠 尿酸通过尿液排泄 在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 建议每日饮水2.5升以上 保证每日尿液排泄达到2升以上 从而让尿酸排泄更畅快 对于痛风患者而言 即使吃一口高漂亮食物 也不会导致尿酸飙升 怕的是有些食物一口不够 暴饮暴食 因此 刘医生并不鼓励 单一限制某一种食物 痛风患者可以将 每日漂亮饮食控制在 200毫克以内 急性痛风性关节延期 需要更加严格的限制 特定的饮食策略 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对于痛风患者而言 是必须的 但是仅仅饮食控制 对于治疗痛风而言 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规范治疗 通过中西药物 免疫吸附 针刀镜等治疗方式 积极降尿酸 让尿酸处于 长期达标的状态 饮食调整 是为了让患者 保持在理想的健康状态 所以从现在起 改变您的饮食习惯吧 迈开腿同样重要 高尿酸血症 痛风患者常常同时 合并超重 肥胖 代谢综合征 除了合理饮食 减少精细加工食品 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 管住嘴的同时 还要迈开腿 积极控制体重尤为重要 推荐高尿酸血症患者 积极进行有氧运动 同时配合肌肉抗阻训练 对于已经合并 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 急性期可以适当制动 随着症状缓解 可在康复运动专家的指导下 合理运动 这样更有助于尿酸的 长期管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行